快 看下细王手机 上面众众有赏 青叔 我先逃 我来挡住杀手 唐唐 唐唐别怕 你躲在这里 千万别出来 唐唐 你要出去一下 很快就回来找你 好吗 紧密 小心 请说 请说 属下来迟 请王爷赎罪 快 快去救青叔 是 喂 醒醒 醒醒 我们堂堂真是 玉卓可爱 王爷 这三块玉佩 是我在白云寺求到的 能保平安 我们三个人 一人一块 从此以后 我们一家三口 平平安安 生死不离 好 今日是我们女儿十五岁的鸡鸡鸣 你曾说过 今日亲子要为堂堂晚发 可你到底在哪 今日 是郡主鸡鸡的大日子 你们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若是有一丝茶池 谁也保住你们 是 娘 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才郡主见我手脚玛丽 将我提为她的三等丫鬟 每个月还能挣二百千 娘真替你高兴 娘 我本是孤儿 说非你将我养大 我对没有今天的 我一定会好好孝敬你的 喂 醒醒 醒醒 将当年我坠掉悬崖 容貌敬尾 设计 若不是你 我也是没命活 咱们呀 也算是母女之间的缘分 娘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赚钱 给你请个大夫医治 祝你早日恢复记忆 寻找回真正的家人 王爷到 再去 为何我会觉得他的生命很熟悉 吩咐是我最亲人 李嬷嬷 你可是王府中最下等的奴才 若不是郡主及基里之礼 王府人手不够忙不过来 也不会叫你到前院伺候 奴才一弟 尽心是封主子 这是郡主今日要晚发用的簪子 你去送去吧 李嬷嬷从未到前院伺候 你怎么能让她把簪子送到清水阁呢 郡主性情不定喜怒无常 清长打杀下人 今日又是宣王妃的忌日 怎么 你先去刺 我可不敢 郡主昨天才打死一个奴才 娘 今日是我的基基里 你曾说过 要亲自为我梳妆晚发 你现在在哪儿啊 母妃 你回来 郡主 掌声嬷嬷差人 送来了你晚发的御簪 那是娘亲自给我定做的御簪 快拿进来 奴婢 为郡主送上御簪 这是娘亲手给我定做的御簪 娘 你可知我好想你 为何我的心会突然闷着 想抱抱她 唐唐唐唐唐唐你爱娘亲吗 爱娘亲 娘亲也永远爱你 你的眼睛 娘 我娘美若天仙 怎么可能会是这灯丑龙呢 我的鱼簪 娘 这是什么 好漂亮呀 女子成人那日 都须梳头晚发 这是娘 劈钱为你准备的 吉吉里晚发的青鱼簪 你个贱奴 你竟然把我母妃给我的鱼簪打碎了 不是 不是奴婢 是郡主 贱奴 你还敢丢便是吧 郡主说是你算是 就是你 来人 把这个贱奴给我拖出去 张兵 郡主 我被知错了 求郡主饶命 求郡主饶命 是谁又惹了我们的小郡主 让你在这么大喜的日子里生气 还不是这个贱奴 把我母妃送给我的鱼簪摔碎了 今日非杀她不可 今日是你的吉吉里 不宁闹出人命 正巧 我为你准备了一根白鱼簪 不如就用这根吧 小姨送的鱼簪虽好 但我母亲给我定做 是独一无二的 今日我们杀她 也绝不可轻饶 我要砍断她的一双手 拿来做花肥 来人 把她的双手给我按住 郡主 郡主饶命 郡主 郡主能被知错了 师父眼睛 怎么跟姐姐那么像 给本郡主按住了 恶一次砍不断 搞得血肉模糊 我就把你们都拿来做花肥 师父 等一下 小姨 你该不会真要为这个剑奴求情吧 姐姐 你脖子上怎么有一个月牙咸的胎记呢 是啊 我出生没有这个胎记 说我们姐妹失散了 靠这个胎记 你一定就能认出我来 不可能认错 她真的是姐姐 她为什么会回事 现在做了王府的奴婢 你叫什么 奴婢姓李 名叫李婉 是府上的唤醒嬷嬷 她明明先不隐死 为什么不跟王爷与唐相认呢 现在连我都问不出来了 还说自己信你 能不能够失忆了 哎呀 你身上可脏了 别把你玷污了 姐姐 我还以为你早死了 没想到你竟然出现在这里 小姨 你当真要为这个剑妇求情啊 怎么会 是你戒子 竟敢摔坏你母妃留给你的玉簪 罪该万死 只是我觉得 今日在此动行 弄得到处都是血 太不吉利了 那就把她拖出去 我要一点一点折磨的 必须向我心头跟腹 来人 把她给我拖出去 把本君主的鞭子拿过来 君主饶命 君主 你的鞭子 姐姐 别怪我 这么多年未嫁 就是因为欣喜王爷 王妃是为非我莫属 我绝不能让你成归王府 相恋 君主 奴婢真的知道错了 奴婢可以战功赎岁 还欲再修好 欲再已碎 如何能修 贱奴满口大话 真是该死 该死 该死 为什么我的心头这么多 都是你这个贱奴害的 姐姐 你当年死 我就接待欢喜 你为何要回来 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君主 又在长大部分了吗 好像是唤喜阁的李嬷嬷 触怒了郡主 郡主正在打骂她 郡主扰命 郡主 让她救她 奴婢吧 芸芸 芸芸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了 这事跟你没有关系 你跟这个贱妇什么关系 敢替她求情 还是我娘 娘 让她们替她受罚 你要她就打我吧 郡主 此事至于我和一人有关 你要罚我就罚我一人吧 芸芸你走 娘 我怎么忍心肯定受伤啊 郡主 您就打我吧 请饶了我娘 下居的奴才都能由母作伴 涉毒情深 而我却要撕灭母妃 恍好度日 既然你们母女情深 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来人 把我的弓箭拿过来 这积极里马上就要开始了 郡主怎么还没来 王爷 好像是有个奴才冲撞了郡主 郡主正在院中 叫许奴才出气 羽汤从小师母 皇上太后连她宠她 本王又因忙于公务 无暇顾及她 导致她性情交纵 无法无天 罢了 去看看吧 游戏呢 很简单 你们一人使剑 一人把苹果 放在头顶做罢 若能一剑射中苹果 我就饶了你 郡主 郡主 我教教你了 我听闻王妃也是 温善和良之人 她要看到如今你如此残暴 一定会很同行棘手的 你这种阿萨贱妇 也配提我母妃 我要你亲手 杀了你女儿 把云姨拖过去做吧 不要 不要 郡主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过她 我愿意代替她 去做活把子 你要是不射 那就只能本郡主 亲自动手 把你女儿射成马蜂窝 姐姐 你没想到 你这世路真老的亲生女 不如此 把她给我拖过去 宫台区 苗子 求求你了 郡主 由不得你不要 你剑奴 竟敢对我动手 剑奴 郡主 是何等的身份 皇上太后 视她如猪如宝 敢动手打她 你这是找死 把她拖出去 不要让这个贱臂 做靶子 不 郡主 求你了我娘 能不愿意替她做靶子 替我娘死 不 郡主求求你放过云姨 我愿意代替她去做活靶子 娘 云姨 别怕 娘子 郡主 最讨厌的 就是你们母女情深的模样 我要亲自来射 把她拖出去 别怕云姨 别怕 娘 为何我的心这么痛 姐 臭臂贱奴 眼睛居然长得跟我娘一模一样 看我不把你眼珠子射出来 住手 娘 参见王爷 谢宇棠 你又在胡闹什么 我只不过是处置一个奴才而已 父王 你有必要发这么大火吗 今日是你的积极致 所有的宾客都已到了 你却在这打杀奴才 你是嫌你残暴的生命 传得还不够 这个剑奴摔碎了我母妃给我起御簪 我只不过是小城大剑 你这是小城大剑 你这是虐杀 你母妃是何等新型善良的人 她如果知道你今日这个名 必定痛心疾首 对你失望重点 姐夫 消消气啊 宇棠 她也是私母先妾 不用提她求情 就是因为大家都纵了她 宠爱她 才养成她这种残暴的性质 情书在就 便可管输她 不至于让她变成今日这般母亲 我也想我母妃在 我也想她天天打好我骂我 在我积极礼上为我晚饭 你能吗 唐唐 剑奴真的不要命了 剑奴 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会造父王吗 竟敢以下犯上叫我名字 这种眼睛 都是奴婢的错 请王爷跟君主说罪 我要杀了你这个贱奴 不走 还起头来 你是锦叔 父王 我母妃美若天仙 怎么可能是她这一般丑奴 她只不过是幻一格的低贱奴体 是啊姐夫 我刚才看到这双眼睛的时候 也吓了一跳 跟姐姐极为相向 但她真的是府里的嬷嬷 旁边的婢女是她的女儿 你姓李 旁边的婢女 真是你女儿 奴婢确实姓李 名叫李婉 旁边这个 确实是我的女儿 王爷 姑娘不是故意双双郡主的 请你饶了她 我说她叫李婉 有个比堂当大几岁的女儿 又怎么可能是锦叔 再说 如果她是锦叔 又怎么可能不认为她呢 王爷 郡主的积极礼 吉时快到了 好了 罚也罚了 今日是你的积极之礼 跟我去行礼吧 清玉簪已碎 晚不了发 我不想去 你 用我送你的白玉簪呀 小姨亲自为你晚发 谢谢小姨 可是那个玉簪 可是娘给我的信物 不如不能用此晚发 是不是也因为这娘回不来了 回禀王爷 回禀郡主 奴婢 会修玉簪 你会修玉簪 是的 只需要一根金线 玉簪都碎成那样了 怎么可能用一根金丝便可修复 你个贱奴 又在满口大话 你是看到我父王在此 我不敢杀你是吧 玉堂 清书也曾以金线 修好我的班纸 难道 只是巧合 姐夫 玉簪奶姐姐的遗物 怎能让一个贱奴 随意定 没错 我就是看着这个贱奴 才得寸进尺 还不如立即处死 娘 王妃送玉簪 何金珍贵呀 王爷 郡主 奴婢心想 王妃做这个玉簪的时候 是何等善良之人 奴婢不想辜负了王妃的一片苦心 同时 希望郡主能够顺利积极 奴婢真的会羞于簪 拿根金线来 这碎掉的玉簪 秀福 我看着李嬷嬷当真 好 真想上去 把他丢到我们的甘园 去做花 王爷在此 不可告诉 你明明已经适合了 玉簪还能写 怎么办 且不过不过认得他 如此细的金线 卿能修补玉石 卿叔 我今不知 你有如此记忆 真于班子 是王爷的心爱之物 醉了太可惜了 我寻了几个老师傅 又翻了古书全新学习 才吸得此法 秦叔 你对我真好 你看 你的手都红了 特产青线的手法 和秦叔一模一样 王爷 郡主 奴婢把这玉簪 修好了 还真让这个 剑壁修和 郡主 这玉簪 有了金线装饰 还多了几分 华贵典雅呢 这修玉簪的手法 从何处袭来 回王爷 卢婢在禁府之前 曾在玉石殿 看师傅席得此法 难道真的只是巧合 王爷 郡主的积极礼 真的要开始了 属下刚才得到消息 皇上和太后 还送来了给郡主的赏赐 怕是再过一刻钟 就要到门口了 还是黄伯伯 黄奶奶对我最好 你修好了郡主的玉簪 就当将功补过 退下吧 谢王爷 谢郡主 小姨 你会 用这根玉簪 喂我晚饭吧 好 姐姐和王爷 这么太深 刚刚这么几句 留下王爷 迟早会被认出 我得想办法才行 朝阳郡主 行吉吉礼 开始 父王 你要对我任性 让您抽心了 父王只怕 你能收敛行刑 心存人善 不要再任性猫 女儿紧急 父王的教诲 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 你母后 也会为你 欣慰交往 娘 你怎么哭了 不知为何 看到此情此景 便鼻酸难过 娘 你太善良了 郡主差点杀了咱们 你为何还要替她 修补玉簪啊 你难道就不恨她吗 她自由失魔 难免偏执 只希望 她快乐就好 李嬷嬷 郡主吩咐你 把这瓶酒 给送进去 是 郡主那么厌恶我娘 怎么会让她去送给 怎么 你们还敢反抗命令啊 奴婢不敢 奴婢遵命 请陪二姑娘 为郡主书发 娘 你看到了吗 女儿长大了 吉月令晨 乃深耳福 誓以威仪 书锦耳得 美兽永年 享受侠福 师叔 我不要逃脱 已经成了 可是我们父女都会 吉吉礼成 她怎么来了 皇上 太后赏赐到 昭阳郡主 东睡已家 欲柔可爱 今日吉地 太后与皇上 欢喜不已 赐黄金万两 东海娇杀六匹 南红山福一珠 法郎彩 折之花纹 和欢平一枝 请此 这皇上和太后 对咱俊主可真好 这么丰厚的赏 那当然 谢王和皇上 是亲兄弟 郡主是太后的 我一亲分女 可是把他扒在手里 臣 谢皇上太后赏赐 恭喜王爷 恭喜郡主 这太后和皇上 对郡主的恩仇 可是头一份 对郡主的恩仇 你嬷嬷 竟然把皇上太后赏赐的和欢平打翻了 贱奴 君主奴婢 你找死 月牙太子 王爷 君主 奴婢不是故意的 请王爷跟君主说罪 说的话 我好像在里面我脖子上 看到跟青树一样的月牙太子 谁让你进来的 那个贱奴 本君主要杀了你 住手 今日是你积极生辰之礼 你要大开杀戒了 这个贱奴他破坏了我的积极礼 还打翻了黄奶奶和黄伯伯给我的御祠花瓶 我要不杀了他 我该怎么跟黄伯伯黄奶奶交道 王爷 打翻太后皇上的御祠之物 也是死罪啊 他跟青树一样 会用金线绣御神 又仿佛有同样的台积 我一定要告记住他是谁 我一定要杀了他 把他扔到牡丹园里做化肥 父王 从小到大你都没有打过我 你今日 就为了这个贱人打我 无非是何等荣善之人 如剑当里 在积极生辰礼上杀人 必定痛心疾首 你忘了你刚才答应过我的事吗 王爷 这何怀平 是太后御刺之物 如今打翻了 让奴才会去如何回复啊 我次会进宫 跟黄兄跟母后启示 是 因为自己毁成命了 今天还要证为你的 你现在想 给我回来一起 谁让父王回家 你先退下吧 不要再到郡主婚前 知道吗 多谢王爷 我真的好想惹罚我 我真的好想惹罚我 我坏我鸡鸡里 你休想活命 我坏我鸡鸡鸡鸡鸡鸡鸡 王爷不是说已经饶了我娘了吗 为什么要抓她呀 你娘破坏了郡主的截截礼 害得郡主受王爷责罚 你觉得郡主能饶了她 郡主有令 将这个剑奴拖去围猎场 围猎场 那我娘岂不是没有活路了 带走 娘 没事的 别怕 这个剑奴居然敢得罪你 羽桃你放心 我们一起将她射成马蜂窝 让她多跑一会儿 我享受的是猎杀她的过程 从小到大 父王从来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今日却因为你这个剑奴而打我 我要慢慢的折磨你 让 是 游戏 驾 怎么办 驾 驾 啊 看你往哪逃 哦 啊 啊 驱逐 驱逐 明明郡主贪忍暴力一次次要杀了 为什么我却无法扔下她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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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你醒醒啊 郡主 郡主 谁天眼看就要下云了 不行 我必须得把她背回去 怎么又是这个 我 你醒醒啊 我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我 我 我 你醒醒啊 不好了 郡主在猎场失踪了 什么 刚刚跟郡主一起去猎场的几个世家公子 回来说 说郡主在猎场 跟他们走散了 马回来了 人却不见了 娘 我要离开唐桃 郡主到底是个没有娘在身边的孩子 郡主 别怕 娘在了 好疼 郡主要是 郡主别怕 娘在 娘 你终于回来了 唐桃好想你 娘在这 不怕 娘 好了 娘给你搓搓手 不要再离开我了好不好 姚儿日落山 宝男兢兢看 男是软心肝 心如受风寒 娘 我没有雷声 好怕 唐桃不怕 娘在 姚儿日落山 宝男兢兢看 是 心 心 心如受 你 你 尝尽 我尽 你 是 你 唐桃 娘 郡主 唐桃 郡主 郡主 太晚了 米菲 你先回去吧 堂堂出事 我怎么可能发现得下 我一定要找到堂堂 堂堂 堂堂呢 剑奴 竟敢用你的脏手抱我 郡主 奴婢错了 奴婢不是故意的 是郡主刚刚从马上摔下来 奴婢怕郡主有危险 郡主 别动 剑奴 你还敢命令本郡主 我看你是招死 郡主小心 堂堂呢 我给他 堂堂要是有什么事 我该如何跟亲叔交代 跟姐姐的 姐夫 我们分头找吧 好 堂堂 郡主 堂堂 剑奴 你在做什么 郡主 那手有毒 如果不及时帮你把血吸出来 你就不死呢 这个剑奴 居然不会用武功 郡主 好了 没事了 别以为给我吸了蛇毒 我就会放过你 郡主 天色已经很晚了 咱们回去吧 嗯 没事 我只是头有些疑 疼疼 别怕 娘保护你 剑奴 还敢自称我娘 真是找死 喂 剑奴 别装了 疼疼 你在哪儿 疼疼 你 呱 姑娘 李萌萌怎么在这儿 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女堂呢 看来郡主和李萌萌 不在一起 这里没有旁人 无许是在发生意 岂不是神明之为 他就再也反妄碍我 孟主 堂堂 娘 郡主 娘 郡主 堂堂 郡主 堂堂 堂堂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郡主 你有看到我娘吗 她在那边 晕倒了 走 去看看 姐姐 别怪我 这些年 是我陪在王爷身边 也是我在照顾语堂 我不允许任何人妨碍我 做上门妃智慧 姐夫很可能已经怀疑她了 一定不能让她认识她 姑娘 王爷这么来了怎么办 要是现在杀了她 肯定会被发现的 你 小姨 你也来找我了 你出了事 小姨怎么可能不来找你 娘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娘 她在收下 睡觉 除了她是我的胞 他真的很清楚很像 他的脖子上是不是有月牙太年 他怎么受伤了 可能刚才在哪不小心刮伤了吧 这样根本看不见他脖子上 就没有月牙太年 我人情都要看他的太景 父王这里好冷啊 我们快回去吧 是啊姐夫 雨堂淋了雨 要是受了风寒就糟了 王爷过来吧 无妨 你爹对这个李嬷嬷 似乎格外不同 不过是个丑必见父而已 父王大概看他是因为救了我吧 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 生死不离 请说 我是白金属 景明 唐唐 你们在哪 景明 你叫我什么 门人 为他诊治 这剑屋 当住我的庙 昏迷了以后供应我父王 刚才姐姐是不是叫了王爷的名字 他不会恢复记忆了吧 父王 不过是个贱人而已 也值得你这么关心 李嬷嬷有中毒的技巧 对我应有受伤 侧剑 是被力气 不守的 我给他太爱 有毒的方子 还没有到来 我何事能想 你再守着 先关城 景风 要不你和宇棠先去休息 我在这守着就好 是啊 他女儿芸衣也会在这陪着他吧 他请安 一起告诉我 你绝不能软到我 芸衣 去给你娘煎药吧 我在这看着 谢陪姑娘照看我娘 我在王爷十几年 你应有加 就是要取代我 做什么非之物 我能用 芸妃 你做什么 你叫我什么 你是我的妹妹 芸妃啊 你拿着枕头做什么 我看你躺着不舒服 想跟你叫做嘴巴 我的头好痛 这里是在王府吗 王爷呢 你帮我去叫王爷好不好 我想见他 姐姐真的不服气 你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 以后不可再任性了 知道吗 女儿知道 父王 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对这个李某某 这么看重 难道 是因为她的眼睛像娘吗 父王是因为你 这些年 因为公务疏欲对你的照顾 以致养成你这样乖张的性子 动不动就打杀农子 要是你娘在就好了 我也想娘了 好了 快睡吧 李某某和青叔 有太多的巧合 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的身份 姐姐 你这是要做什么 我要去找王爷跟唐唐 我们分别了十几年 他们一定很想见我 当着要用这副模样 去和他们相见吗 你说什么 姐夫是亲王 受皇上重用 若让京城的这些朝臣们知道 他的王爷 失踪了十几年 容颜近乎 也不知 会如何看待他 王爷和唐唐 怕是连头都贴不起来 还有唐唐 你和他多次发生冲突 唐唐可是几次三番地想要虐杀我 他若此时知道你是他娘 以唐唐刚烈的性子 要如何面对自己 姐姐 可是 可是唐唐很想我 王爷也没有忘记我 我就在他们的身边 却不能和他们相认吗 我 李某某醒了吗 好像醒了 姐姐 你想清楚 真的要此时与他们相认吗 你醒了 没事吧 十几年过去了 锦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这么风神俊了 威延挺拔 而我 李某某刚醒 姐夫你就来了 冥妃 你先出去 我有几句话要问他 是 你腿上还有伤 去床上躺着吧 谢王爷 本王问你 你真有丈夫 她现在在哪 奴婢的丈夫 已经过世了 之前是个农夫 在家做父母 冥妃说得对啊 我容颜尽会以卖身为母 又怎么可以再做王妃 还有唐的 我绝不能让她背上弑母之谜 你右肩锦策 可有一枚月牙太极 奴婢身上 没有什么太极 十六与青书相识 使我思青 周永 王爷 你在写什么 古香思据 我把古识改了 十六与青 初相识 使我思青 朝与末 你是青叔 对吗 王爷 王爷奴婢不知道 你在说些什么东西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会认定她是青龙 她有福永远 能不能给我认识 起来吧 本王 只是随口 本王已知 你是为救郡主 才会受伤 你想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来 回王爷 奴婢不要什么赏赐 奴婢听闻 王妃很喜欢牡丹花 于是王爷和郡主 就为她建了一个牡丹园 奴婢想去牡丹园 是否花草 到了牡丹园 便能常看到她了 牡丹园由郡主一手打意 你就不怕郡主再接到 责法于你 请王爷放心 奴婢一定做到 不让郡主生怒 那 等你伤好之后 就去牡丹园寺 谢王爷 姐姐有恢复记忆 难道到现在 放弃人王爷和谈讨 难道之后不会改变你 我一定要想办法 请要垂直 到时候 多给你做些好吃的 我的玉佩不见了 谢谢小姨 难道是那日 就在林子里了吗 你个贱奴为何在此 我的堂堂 你发什么冷 看到郡主 专敢不下跪 回郡主 奴婢是刚钓到牡丹园 事后的 别以为给我吸个蛇毒 就可以得寸进尺 为所欲为 奴婢不敢 奴婢只想 侍奉好这 母带园的花花草草 让郡主高兴 这个香囊可是你的 这香囊 的确是奴婢的 那 贱婢 果然是你 还本郡主惊吗 这个香囊 是我在林子里 找你时捡到的 里面 放了三叶草 马文芝 会兴奋惊吗 小姨的意思是 我在练场经嘛 是有人蓄意谋害 这个香囊上 绣了个碗子 不会是那个 李嬷嬷的吧 奴婢没有 这香囊 确实是奴婢的 可奴婢 怎么也不可能 让金主受伤 那你去死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种下三烂的手段 顶着一张 丑陋的脸 还想勾引我父王 倒马桶都不配 还想飞上枝头 当凤凰 郡主 奴婢没有 奴婢没有 求郡主饶恕 求郡主饶恕 我娘走脚上的 伤分完就没好 你要是再踩下去 她的腿会断的 那就踩她好了 躺躺 大夫 怎么样 王爷 郡主 自从十年前的自杀 受惊落下心计后 便一直没有康复 如今突然发作 一时间 我也不知道 如何是好 你给我把她都治好 王爷 郡主的气满 越来越虚弱 现在是靠身片 吊着一口气 郡主 老师 老师 冲不了多久了 爹 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要有谁 爹如何毒火 王爷 毒怪那个李嬷嬷 她用香囊害郡主金马 又刺激郡主心急发作 王爷 您一定要处死她 李嬷嬷嬷在林中 为郡主吸毒疗伤 又怎么会害唐她 香囊就在此 里面有三叶草 请王爷您见 那对母女就过在外面 不如我差人去存知他们 王爷 此时有待查证 您先提醒 一切 等唐当病好了再说 是 你没事吧 娘没事 不知道 这里边的郡主如何 娘 郡主都那么对你了 你怎么还担心她呀 李嬷 郡主她还是个孩子 她是性格冲动 没有亲娘管教 才会这样的 都是我爱的她 我不到她面前 刺激她就好了 你们快起来吧 我想问你 郡主怎么样了 郡主 一十年前的刺杀 患上心急 刚才被刺激的心急发作 大夫说 她撑不了多久了 郡主 你见 还想刺激 郡主不够吗 郡主怎么办 郡主怎么办 谁能告诉我 郡主该怎么办 好不好 姐姐 你可曾还记得 又是 你曾带我读的那篇 孤本医书 医书上说 用至亲之人的心头写 连为妻子 革置心急 姐夫 你都耍了一天一夜了 快去休息吧 我来照顾唐唐 我怕唐唐醒来看不见我 你放心 唐唐醒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你要保证好身体 才能更好地照顾唐唐 幸好 唐唐 你得快一点 但人发现就不好了 唐唐 受伤了吧 都是娘不好 是娘害了你 多手吧 多手吧 堂堂 把药喝了 很快就会好的 疼到 很快就不会疼了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摇耳日落山 暴难尽惊叹 乃世软心肝 惊如受风寒 姐姐 两位七斤的心头洗 你意思 太神奇了 恭喜王爷 殡主的卖相 更有了生机 我儿是不是有救 还是有些虚弱 不过就前些日子 已经好了许多了 想必是郡主 杰仁天下 有神明保佑啊 爹 我昨夜 还看到娘亲在我身边 她还给我唱儿时的歌 娘 王爷 郡主已经好转 您为何还心事忠忠 我总觉得 秦叔就在我身边 这秀公的真经 请得秦叔一拼 相能是李嬷嬷的 李嬷嬷和秦叔 太多想死 你去查明她的底线 云姨是否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是否真的有征服 是 这是最后一日 未完经日 常常就会彻底好起来 娘 好了 你要去哪儿啊 娘很快回来 你先睡 娘 那你腿上的伤一直没好 这几日血气不散 大夫说你要好好休养 避免落下救急 这么晚了 你就别去了 过了今日 娘就好好休养 你先睡吧 娘 乖 听话 你先睡 怎么这么晚 耽误了一点时间 最后一次了 这次多危险 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疼疼 这是最后一晚 只要把这个喝下去 你的心机就能痊愈了 雨棠对你厌恶极事 你以后还是离他允许一下 那都是因为我 在我自己的你的心情浮发 我的堂堂 我能再受苦了 很晚 你要是快些回去 雨棠醒来就糟了 郡主居然是娘的女儿 能够娘是师父的新王妃 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 我只希望我的堂堂 能够快乐 健康 平安的长大 快走 你还不快走 娘 我刚看到 你在给郡主为心头写 娘 你告诉我 你和郡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娘 郡主外相强劲有力 已经康复了 太好了 姑娘 小姨 小姨你怎么了 王大夫 快给小姨把把脉 是 郡主 裴姑娘起血有失 可是受了什么伤 郡主 您心急能这么快痊愈 是因为我们家姑娘 给您为了七天的心头血呢 我也听说过 至心之人 血心头血 能治心急 小姨 你太好了 只要你的病能好起来 小姨做什么我都愿意 郡主 你教救我娘 你娘是生是死 跟郡主有什么关系 还不滚出去 我娘因为给郡主喂了心头血 导致心口出血 小姨还在昏迷 郡主 你一定要救我娘啊 王大夫都说了 只有这亲之人的心头血才能救我 你娘凭什么救我 那是因为她是你亲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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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 郡主是什么身份 你娘又是什么身份 竟敢用你娘冒出王妃 奴编说的都是真的 奴编亲眼看到我娘给郡主为心头血 说郡主是她的女儿 为我心头血的明明是小姨 你就这么当着我和小姨的面 颠倒黑白吗 这对母女真是胆大包天 为了荣华富贵 竟然连姐姐都敢冒充 郡主是王妃的亲生女儿 我是王妃的亲妹 若你娘真的是王妃 我们怎么可能会认不出 明妃小姐 我明明看到你跟我娘 还敢胡言 别废话 拖出去 赵妃 不要 郡主 不要 我求你找我家孕衣一命 娘 你这个贱们 她刚才说你用心头血救我 还说你是我亲娘 你觉得本郡主能饶得了她吗 郡主 奴婢不过是给你施分花草的贱 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谈论姓王妃 更不可能是姓王妃 刚刚的一切都是云衣一派胡言 求郡主给云衣一条活路 你们母女俩真有意思啊 一个跑过来胡言乱语 一个跑过来替她求情 当真觉得本郡主不会杀了你们吗 娘 郡主 我娘胸口上真的有伤 求你饶了她 心头有伤 难不成你真为本郡主卸了心头血 要不要 我让王大夫给你看一看 郡主真的康复了 属下刚从月星阁过来 大夫说 裴姑娘连为七天心头血 心机彻底好了 明妃竟然能为唐桃如此牺牲 裴姑娘对王爷和郡主的心 府中上下人人皆知 先去看看她说 奴婢和郡主 奴婢身上根本就没有伤 也没有给你卫星头血 是啊 唐唐 我看 要不就放过这两个奴婢吧 小姨 你太善良了 不知道这些恶奴在府中的危害 王大夫 帮她把麦 是 让大夫人知我心头血 岂不上 她知道我给她心头血 按住她 听好了 要是你心口没有伤 我就拿这个小刀 在你心口 扎个十刀八刀 你全了 你对我献心头血的忠心 娘 你让大夫给你看看 给让郡主知道你对她的心 放开我 回郡主 李嬷嬷的心口 一句有伤 难不成 真是她给我献的心头血 这要给郡主献心头血 需连续七日 割开心口未血 那伤口 应该是又深又重 溃烂失血才对 可李嬷嬷的伤口 狠心 应该 伤了不久 一会儿诊脉 你知道该怎么说 也不能放心 你俩搞了这么多事 难道 就是小茂莉 救我的功劳吗 不可能的 我的心头血伤深刻见骨 怎么可能是尖伤 黄大夫请你再仔细看看 那嘴 黄大夫可是宫里的御医 他若是不会看病 谁还会看病啊 你别这么说 娘从来就没有现过什么心头血 娘的身上也没有伤口 郡主 你若真的要治我于死 你 我也无法治你 那我求你 我求你找我家女儿一命 饶了你女儿 也不是不行 那就按之前所说的吧 在你心口上 扎上个十几刀 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我就不傻 唐唐 你想说那般欲作可 为何会养成这么残忍失虚的性子 你 对啊 你啊 语唐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这个贱奴 三番两次的 还勾引我的父王 我今日就杀了你 住手 住手 这刚跟你说过不要忘开杀了 你病才刚好怎么又要杀人了 还不是这个贱人的母女 竟敢冒充忘卫 唐唐 你爹说得对 你的病才刚好 应该好好休息才是 就 放完这两个母帝呢 娘 王爷 其实我娘就 莹莹 莹莹 不要再说 你娘怎么了 求王爷救救我娘 我娘她真的伤得很重 我再下去了 王大夫 给李嬷嬷好好诊治 是 王爷 童童如此厌恶 我是不是该离他远去 别再触怒他 你本就大量失险 老他郡主的一刀 有几乎少都心脉 若再是一条 恐怕心灵了 李嬷 刚才君主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 还能不能被污蔑 身后也就算好了 我再给你来一些 不信仰气条 谢谢王大夫 还有 你的腿伤一直不见好 若再不好好 调养修理 会落下终身残疾 行为行告退了 娘 你为什么不和郡主和王爷相认啊 我现在是王府的下人 又容颜近毁 怎么和王爷堂堂相认 就算相认了 又怎么能让堂堂和我娘呢 而不嫌母丑 你是他亲娘啊 骨肉至亲 你就由着他这么伤母弑母吗 没事的 就算相认了 堂堂也不会相信我呢 天下皆知 王爷一直挂念着你 你现在去相认 王爷一定会信 你现在就去找王爷 不可以 你如果去 我都去死 娘 到底是为什么呀 林依 你别管了 反正现在不能和堂堂王爷相认 记住 你也不要出去多说一句话 知道了 嗯 还好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多亏了小姨及时为我心头洗 我才那么快好起来 她是我的大恩 你一定要好好地补偿她 你觉得我应该如何 爹 您这是何意呢 前几日 我竟然遇见你黄伯伯和黄奶奶 他们提议 让我纳你小姨为策 不行 不行 这世间姓王王妃 只能是我娘一个人 凑非也不行 你还是给小姨别的赏赐 爹也是这么想 爹相信 你娘还活在这世上 你一定会找我 过两天是娘的生辰 刚好牡丹圆的牡刀花都开了 女儿想大拜赏花宴 为娘庆生 你娘知道你这么孝顺 一定会很高兴 为什么 我顾了你们父女十年 还顾不认你们的心吗 裴青说 看来我要让你彻底消失 我才能坐上王妃之位 娘 你的身体还没好全 太重的活就让我来吧 我没事 今日是王妃生辰 郡主特意办赏花宴 替王妃庆生 你们都机灵点 知道吗 是 娘 今天是你的生辰 堂堂还记得 是我的生辰 姨嬷嬷 你去给那株金丝罐顶浇水 别怪我没提醒你 金丝罐顶可是王妃生前所重 王爷和郡主都十分宝费 不能有一丝差池 是 看我不搞死你 朝阳郡主不愧是我朝最受宠的郡主 天底下最名贵的牡丹都在这儿吧 你不知道吗 姓王妃最爱牡丹 满园的牡丹花大多是她生前种的 尤其是那株金丝罐顶 整个京城独一无二 郡主亲自呼吟 只怕王妃归来 能讨她欢颜 今儿我娘生辰 恰逢牡丹园百花盛开 所以今日本郡主特下此宴席赏花 其福 只怕 母妃能平安归来 郡主如此心诚 相信王妃一定会回来的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看那只金丝罐顶了 跟本郡主来吧 怎么会这样 金丝罐顶怎么会被连根拔起 回白之子 你个贱奴居然破坏我的金丝罐顶 娘 这是什么花 好漂亮呀 是牡丹花 也叫金丝罐顶 是这个世上最华丽 最严厉的花 你闻闻 嗯 好香呀 牡丹花 已经生长几十年了 就算以后有一天 娘亲不在你的身边了 这金丝罐顶 也会代替娘 一直陪着你 嗯 贱奴 我杀了你 请郡主明见 龙才刚刚来的时候 这钉丝罐顶就已经倒了 我怀奴婢的事 回禀郡主 奴婢刚刚过来检查过 钉丝罐顶 一切都好好的 只是你磨磨尖了水 花就回了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诬险我 贱奴 你还真以为本郡主不敢杀你是吗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丑陋的人 太恶心了 可不是吗 她把王妃所种的金丝罐顶给毁了 郡主得多伤心呢 他 他 那就让李嬷嬷给这株金丝罐顶浇水吧 是 姐姐 这次你非死不可了 今日谁也救不了你 来人 我要把她拖到花田中去 做花肥 是 郡主 唐大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 我要把你的手 把你的脚砍断 挖你的心 操你的肝 让你的血液 竟然每寸花田 为我女 重新种上金丝罐顶 九叔 今日是你的神辰 你在哪儿 有生之年 我是否还能再见到你 王爷 你让我查李嬷嬷的身世 有结果了 快说 李嬷嬷的家乡 离王妃坠崖之处很近 李嬷嬷跟云一 也不是亲生母女 云一自有双心禁食 十年前 是李嬷嬷受养了她 十年前 这么说李嬷嬷很有可能就是 清书 我已经找到 当年在崖下的一名猎户 我相信 她会知道王妃的去向 立刻将她带来 本来要亲自问她 是 王爷 居主在牡丹岩大发雷霆 说要让 说要让李嬷嬷做花匪 臣相查清之前 李嬷嬷绝不能死 金鲜的血肉最为滋 这两位刀法一流 他们将在你为死之前 把你剁成一笔八块 扔到牡丹园里 做花匪 这牡丹园是为你娘亲 金丝灌顶牡丹 更是你娘亲自种的 你怎么能让这里 沾上鲜血和杀戮呢 他如果知道 他不会放心 剑奴 你竟敢教训本郡主 我娘只不盼着我 把你的肉一块一块撕下 滋养五南花 弄手吧 娘 郡主 求你饶了我娘吧 你来的正好 陪你娘一起去做花匪吧 郡主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 不管依依的事 求你饶了依依一命 你们不是母女情深吗 不是愿意为对方而死吗 一起去做花匪吧 你们母女黄泉勇奔 应该感谢我 你都在吃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如果我娘真的死了 你就不怕天大雷劈吧 玉玉 娘 你到现在还要这样吗 剑奴 居然个诅咒郡主 郡主 快先杀了他们吧 你什么 死了太简单了 我要让他们母女生不如死 郡主 郡主你要杀我 可以 但我求你 我求你放了依依 她和你差不多的年纪 还是花一样的年纪 你为什么这么在乎她 你就没有想过 本郡主有多在乎那金丝棍顶吗 这是我娘亲所中 你破坏了她 也破坏了我对娘唯一的念想 那就让你女儿死在你面前 丁丁 丁丁 是不是很痛苦 痛就对了 你的痛不及我的千万分之一 我要让你更痛 唐唐 你不要再杀人了 你不可以再造杀戮了 娘 你不要再求她了 她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这个贱奴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没错 我就是要让你们母女脸 为我的金丝灌顶陪葬 不要 唐唐 我是你娘了 王爷 那个猎户已经进府了 我在前面停下等人 马上要她来见我 你是我娘 我真的是你娘 你不可以这样再造杀戮 你不要再杀人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女儿刚说完谎话 你也开始来编了诗吗 看看你这张脸 丑得令我作呕 连给我倒马桶都不配 你也配冒充我娘 你就应该去死 郡主 你这样说你的娘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那我先让你去死 不要 丑丑 你求求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吗 真是活该 谁不知道 姓王妃是京城第一美人 才绝无双 人人仰慕 岂是你这个姓 你能冒充得了 可不是吗 你竟然敢胆大包天 诬陷姓王妃 这对母女 千道万款都不服气 丑丑 都是娘害了你 对不起 娘 我没事 郡主 我娘是王妃这件事情 冥妃小姐也知道 不信你可以去问她 你胡说什么呀 玉堂 我什么都不知道 冥妃 你 你们母女 为了撒谎 这是谁都敢攀上 堂堂 你敢用你这眼神盯住 好 现在就把你只眼睛给挖出来 还是第一次见郡主这么生气 李嬷嬷母女呀 怕是肯定要做花肥了 她也是活该 谁让她冒充王妃 参见王爷 你说李嬷嬷自称王妃 是 她也是胆大包天 自称是郡主的娘 郡主现在正在组织她们 郡主 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剑郡 你敢打我 你也一定割下你的肉 立即处死 你不应该是这样 你应该是一个温顺善良的人 对父母孝顺 对朋友和善 对下人宽厚 可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残忍 施杀 杀人如麻 就是要让你见见识明 我就是要让你看见 我暴力杀人如麻的一面 还愣着干什么 把她给我抓走 是 郡主 把这对母女给我剁了 爷 对不起 是娘拖累了你 娘 我能和你死在一起 很幸福 把这对贱人给我分开 我不允许他们一起死 是郡主 娘 娘 娘 想救你女儿 那这样 我给你一季服 什么 我看到你这双丑陋的眼睛 我就恶心 把你眼睛挖了 我就饶你女儿无名 娘 不要 羽涛 她可能真是你娘 这个仙人怎么可能是我娘 羽液不是她的新生女儿 她老家 是你娘坠崖失踪的地方 她又会用金丝修雨时 香囊的修工也跟你娘一模一样 整种线索都显示 好 就是你娘 王爷明鉴 我娘确实是王妃 真的是我娘吗 天啊 若是这个剑柄 真是王妃 那郡主 岂不是 是你 郡主不是最喜欢王妃吗 如今将妻母残虐至此 还逼她自弯一只眼 如此大逆不道 以后如何面对王妃 如何在这人世间生存 你的眼睛 青叔 你是青叔对不对 我的音音 我的音音 王爷 李萌萌家乡的猎户已经带到 她自称 欠过王妃 有王妃的线索 草棉拜见王爷 郡主 你说 有我娘的线索 什么线索 十年前 草棉上山打猎 曾在悬崖附近 遇到一个衣着华贵 满身是鞋的女人 那个女人什么特征 她美貌非凡 身上 还有这颗玉佩 这是我娘的玉佩 你遇到的真的是我娘 她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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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女人 她就是王妃 不是 草棉遇到王妃时 她已弃绝身亡 当时李婉 就在王妃身边 你现在派人 去李婉的家乡 收买一个猎户 将这块玉佩交给她 告诉她 若有人找她 就让她说 她见过王妃 是 我什么意思 王妃设下悬崖日 并没有死 而是被孙父李婉所叫 她们相处一段时日后 王妃在哪 我娘怎么死的 快说 是 是被李婉杀死的 你说我娘是被她杀死的 不 我娘根本不认识她 她说的都不是真的 每块玉佩一直都待在我娘身上 这是前几日才丢失的 千真万确言王爷 她杀了王妃 还拿走了王妃身上的东西 这块玉佩是我偷过来的 一直放在我身上 难怪她跟王妃一样 都会金丝修育 而且秀宫也一样 只怕是王妃教的吧 王妃教完以后 她就恩将仇报 把她给杀了 我没有 姐姐素来善良文和 没想到 卷儿死得这么惨 没想到 没想到最后竟然是我杀了我自己 我娘真的是 你别说了 易奕 没有用的 剑奴你杀了我母妃 我要教你碎十万断 住手 告诉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说是我杀死了她 郡主也说是我杀死了王妃 那就是我杀的 是我杀死了王妃 父王你听到了 他都已经承认了 杀母之仇不共戴天 我一定要把他杀了 不可 娘 这百毒的剑壁 就不应该存活于世间 必须杀了她 王妃好心教她记忆 她不仅恩将仇报 她冒充王妃 简直最大恶极 这种人 就应该千刀万剐 以记王妃在天之灵 求王爷 郡主 死 让我来 不可 为什么 事关重大 本王不可能听醒这个猎户的一面之子 可是他已经承认了 想杀他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要等一切真相大白 证据缺凿 再做顶夺 将他们二人加下去 叫王大夫 我 我 语道 你这心山 哪怕是罪大恶解之人 也会给他们结婚活 你要收敛新兴 切不可再让他心寒了 是 这件事我会亲自去查 再有结果之间 任何人 不可再对他们二人动手 为什么 为什么王爷就是不肯杀他 要是我一查队了真相 我岂不是前功尽弃 一定要想办法 弄死这事 芸依 你醒了 快跟娘说说 你现在怎么样 娘 我没事 别担心 芸依 对不起 都是娘连累了你 娘 可你现在怎么办 你真的不打算回去 和语堂跟王爷相认吗 其实认与不认 不再重要了 别说他们不相信 就算相信了 我又如何与堂堂相处呢 姐姐 有事吗 姐姐 我知道你肯定会怪我 刚才为什么没有帮你和语堂 还有姐夫相认 循斐姑娘 是怕我娘留在府中 形象你在府中的地位吧 不 姐姐 我绝无此意 你想 语堂当时 逼你则完双眼 若此时得知你是她娘 以她的心词 如何受得了 我是为了语堂 才不用说出来的呀 姐姐 若你此时还想与语堂相认 我可以立即去跟语堂 严明证实 算了 不必了 那 姐姐以后 有什么打算 我没什么打算 我就希望 王爷可以宽恕我家云姨一名 那我帮姐姐 离开王府如何 姐夫马上要出府 语堂也别管束 等一再深一点 我会想办法帮你们离开 你和云姨 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姑娘 您真的要让李嬷嬷 母妮俩离开吗 她只要有一日还活着 便是我的心腹大患 语堂仍视她为杀母仇人 若得知她逃跑 绝不会留她性命 我要她最后 还是死在语堂手中 王爷 您当真要亲自去李嬷嬷家乡 清水镇查证 属下带您去不就行了 事关王妃生死 要亲自查证 姐姐 你们从西边出去 那边城门是开着的 这是你和云姨的卖身器 还有五千两的银票 你们赶紧走吧 谢谢 去通知郡主 说李婉和云姨 畏罪前逃了 是 娘 我们去哪啊 我们先出城 到南方寻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落脚 永远不再回京城 那我们 可以卖刺绣赚钱 相依为命 过去平淡的时候 是郡主追过来了 她怎么会这么快 找到我们 怎么会不见了 可能藏起来了 把这几条鞋给我封了 绝地三尺 也得把这对母女给我抓捕 是 我没有想到谢宇棠这么快就追上来 看来我们是逃不掉了 是北冥妃害你 她先是放我们走 然后又马上告诉了郡主 她想让郡主杀了我们 我是她亲姐姐 她为什么想要杀我 她在王府一直未嫁 她想当王妃 走 让我仔仔细细地走 藏在这里多好 娘就把他们引开 不要娘 不要 你听娘说 羽塘恨的是我 想要杀的人也是我 你现在受了伤根本就跑不远 不如我先出去 把他们引开 你再找机会 我 郡主会杀了你的 不会的 你忘了吗 王爷不让他动我 谢宇棠拿我没有任何的办法 人活着才有希望 娘先出去把他们引开 你在这里多好 之后娘再回来找你 终有一天 我们母女会有机会团聚的 你还想逃 你逃得了吗 还想逃 你逃得了吗 我已经下令 把城门都封了 别想出京城 杀我们之仇 不够奈天 哪怕我父王饶了你 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为什么 这是我十月怀太生的女孩 她一二再三二三的事 你为什么这么残忍的对我 你不出来也没关系 一会儿我就下令 把这几条街给我烧了 我要让准条街的人 都跟你一起死 让你成为千古尊 与他 我的亲母肉 如今却成了一个杀人恶魔 他杀我就算了 还要祸害百姓 我要一直让他这样 做恶下去吗 给我滚出来 你这个贱奴能遇到我娘 得他传的记忆 这是天大的造化 他那般善良 那般美好 你竟敢残忍地杀害他 贱奴 赶紧滚出来 我要为我娘报仇 好 不出来是 现在就下令放火 万马城的百姓 你一起在火海中哀嚎 为我的娘培造 我绝不会让你再滥杀无辜 你个瘸子 你敢打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小小年纪 就如此烦人 他们都是有爹有娘的人 他们都是一条条的人命啊 你还有没有人性 你肯教训我 为什么不能教训你 我是你娘 你是我给的 你的骨鞋是我的 你 你 只会 你在世界上 为难自己 但是今日 我就要打醒你 你能上映了是吧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这些话 你不是我娘 我不是你娘 我实验还在身上 我实验还在身上 是我抱着你 放在那些名义 我日日夜夜照顾你 你心情发脱 我可尽头写救你 若我不是你娘 这世界还有谁是 王爷 这位是清水镇清水村的村长 他说他熟悉王云一家 总是说了 回来 王云一的父亲早逝 王云一本来是个孤女 有一次他带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不断毁风了 而且失忆了 我们可怜他 就去尼环 从此跟王云一相依陪人 希望不是你村的人 不是 他带着王云一去了京城 你大伙人家做下人去了 你可认识这女派人 在尼环身上见过 这是尼环姓最的心 王爷 你这么看来 尼环就是王 来人 费马 这万大街的百姓 他们何情 而你呢 你懂不懂就要他们的命 回了他们的家 他们哪里回不去你了 你还是不是人 我打死了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救命 我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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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你都如此 你都不知悔改 口口声声说思念娘 你知不知道你娘 他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孩子 他对你没有别的要求 他就希望你成为一个善良 勇敢 情怀人际的人 而你呢 你他已经做到了 他 他 他 你是郡主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千万要记得 要做一个善良正直 心存仁爱的人 好吗 唐唐知道 但是娘亲更希望 唐唐是一个永远快快乐乐的 我谁都不想跟我娘 一样 你又不可悔改 今日你一棍 我一棍 我要打醒你 你醒醒了我 醒醒吧 我要求你了 你不要再杀人 我要成为大家公主匹乏的何人 剑奴 居然敢握打郡主 我先杀了他 住手 把他押送去 你 谁郡主太近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 啊 郡主 你没事吧 没事 都是你的剑弄 把郡主害成这样 住手 我让你打他了吗 啊 啊 奴婢有罪 奴婢只是担心郡主受伤 有什么样的郡主 就有什么样的奴才 也是如此暴力之人 你忘了我的眼睛是不会吓的了吗 啊 剑奴 你能鼻子上脸了是吧 郡主 请你去奴婢 你狠狠教训这个剑奴 让我 我让你叫他剑奴了吗 你先送他回去休息 你去等父王回来再定夺 姑娘 郡主把李婉带回来了 没有杀他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 你今天能办到他 他弄死又是吗 马上他就会生不如死 郡主外伤严重 想必内脏也有一定损伤 我想给郡主 开氧气穴的药 郡主要按时服用 郡主 你能把人杀成这样 您为什么还要留他性命 应该趁着王爷不在 立即将他处死 闭嘴 我说了不许动他 就是不许动他 我让你送的热水和吃食 你送了吗 送了 让府中的奴才好生照看他 不许对他无礼 是 王太太 你留下 我有话要问你 裴姑娘 饭菜已经备好 不知芸衣如何 天亮城门也开了 希望他能安全出城 芸衣死得可真惨哪 浑身上下全是血窟窿 零一处是好的 眼睛还睁着呢 像是死不瞑目 这会儿还被抬到牡丹园里 做花围了呢 你们说什么 我的意义怎么了 回郡主 李萌萌那日 确实因为心口多次失血 导致伤口溃烂 才虚弱昏迷的 你敢骗我 这裴姑娘不让我告诉你 小姨 小姨她根本就没有给我 微微信多血 真正给我微信头血的人是 是李萌萌 小人有罪 我杀人 我杀人 郡主恕罪 醒醒吧 娘求你了 你不要再杀人了 不要成为他家寇住笔法的恶人 我今日不杀你 可不许让裴冥菲知道 是 是 是 李萌萌 李萌萌和牡丹园去了 她去牡丹园做什么 云姨死了 她到牡丹园做花围 李萌萌过去了 什么 된 你 闻 李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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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mel jangan灯 你 pal希望俑极 你 你娘的不好 都是娘你 可是娘不好 你愛個娘好不好 你愛個娘好不好 這一切不都是你的殺手好戲嗎 娘人殺了來到這不在眼裡做花肥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我建主是您派出去的侍衛找到了名義 他死在巷子裡 原來你有一群隔離的少下 替你殺人替你埋屍 郡主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我也不想這樣 你不想 你忘了你之前是怎麼傷害我們母女的嗎 你失憶了嗎 醜臂賤奴 眼睛居然長得跟我娘一模一樣 看我把你眼珠子射出來 做人要敢做敢當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事到如今你還在扶刃 我都不可能活下來 如今是我連累了你 害你被這樣的惡人送上 怎麼 都是娘的錯是娘不好 我真的沒有想不到 我真的沒有想不到 我給你 你 睡覺了就沒有人會過傷口 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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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兩次你離開這個職人的地方 怎麼先離開你這遠遠的地方 那以後再也沒有人快打擾我們了 呀 呀 北京書宰在十年前就一直壓死 怎麼再也不會 比我的緣分早就已經 我都只想帶著陰影 我真的知道錯了 你不要離開我好不好 我不是你呀 我沒有你家的女兒 就想找到好的地方把一眼 讓他再也不要留在這樣的王府里 青叔 你不想留就不留 我在城北有一套別院 我們先住過去只有你和我 好 光臨 如今的裴青叔容顏清水 殺了一隻 缺了一條腿 像我這樣的人 被剩下做你的王府 你幹什麼 我和你一身 你一身 你一身 你永遠是許 我 在你一身 你能亂用 我只處在一隻眼 你我夫妻兒 你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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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生 羽生你不想见就不见 只求 你要再离开了 羽生 羽生 这里环境情有 我们就先住着 放心 我已走紧了皇兄 封云一为郡主 让云一以郡主身份下葬 也算是我们的女儿 云一的命 实在是太远了 羽生 我并非是为羽生而出发 只是 云一之死 事有其究 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让羽生给你的 如何了 奴婢不知 牡丹园那边看守严密 府中皆是侍卫巡逻 谁也是在乱动 你晚了 现在在何处 奴婢不知 府中无人敢谈论你 小姨 你看 我为你准备了礼物 羽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姨 你在王府这十年以来 不是一直都未成亲吗 今日啊 我是一个侄女 就替你做回主 让你出嫁 不用不用 小姨 还没打算成亲呢 今日 一嫁不可 郡主 你让我家姑娘嫁人 总能有个对象吧 郡主说话 求你握住 玉塘 你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让你出嫁呀 还愣着干什么 新郎都快等不及了 还不快让裴姑娘 换上婚服 是 玉塘 你 你 你 到底要做什么呀 这是威武 是我养的最壮最温柔的鸡 今天我做起来 让你跟他成婚 玉塘 你不要胡闹了 人和狗怎么能成亲呢 谁胡闹了 这十年以来 府中上下皆以为小姨会当上王妃 那不是今日 我招来了所有的屠宠 让你和威武成亲 我 玉塘 我是你小姨 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不仅要让你们成亲 我还要让你们动房 还不快让他们去拜堂 不 我 不要 不要 玉塘 你放过我吧 看在我照顾你十年那份上 你饶了我吧 那你害我娘的时候 想过你们是姐妹 想过放过她吗 还不快让他们拜堂 玉塘 玉塘 我错了 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好不好 玉塘 我真的错了 把威武带下去 是 你说哪了 你一早就认出我娘了 对吗 你正由我虐待她 让我一次又一次的这台鱼死地 心急发作 为我喝心头血的人也是她 别看了 他们都已经找我 明明救我的是我娘 你还说是你 害我差点杀死了她 还有 是你派云武去杀云衣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的 你还不说实话 难不成你想让郡主 也给你配一条狗 是 是我杀了云衣 但是 是姑娘派我去的 我杀死云衣之后 世伟很快就发现了她的尸体 她尸体被送到王府 我就命人把她送到牡丹园了 真的是你杀了云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我是你的亲姐姐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参见王爷 娘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 因为你用我的东西 我都想要 从小你就独享父母所有的宠爱 所有人的眼光 全在你身上 为什么 明明我原来 你像怪是你我斗子 为什么 你只有你没有我 这十年晚 你一心一意的照顾他们父女 却始终不认他们的心 我心里面的人还是你 明明你已经变成了一个 又瘸又瞎的丑妇 为什么王爷还是爱你不爱我 我爱的是亲属之人 一点点眼睛 你也不是真是什么的在乡 你也别跟我娘比 皇头 跟我娘比你配吗 你不是我们呢 看你在娘家不受重视 把你接入 你觉得我跟父王会在这里多看你一眼吗 你连给我娘擦鞋都不重 娘 她早就认出你了 却一直在雷剑我们的关系 恶不抱此仇 也咽不下这口气 新语堂 你可别忘了 你娘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全是拜你所赐 你娘的眼是你挖下的 我也是你裁断的 你才是她做到的朋友 那你要怎么样惩罚你自己呢 来人 把裴铭匪押送官府 拾母之罪 他逆不到 谢宇堂 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宽恕 你重点要在痛苦和愧疚中过一辈子 还不如以死谢罪算了 走 裴王爷王妃 这些奴夫都是受裴铭匪收买 害不王妃的 该如何是郡族心 她是早就已听见为敌 又要将这些人埋了 却就发肥了 王 而再也不让人们发肥了 无法是 这些人 是过的三人 最过亲的 对 有人命关索 一起 王爷 养了我的 王爷 王爷饶命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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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从此以为我们不必再生辰 不再是你的良心 然后 庆祝 都在这里过了好几天了 我看王妃三十不会想见你 京城所致 我每日都来贵 娘 总有一日会来见我 我的 听说 宇棠又在门口跪着了 你若心疼 便同他一起回王府吧 哎 你怎么又赶我走 你我夫妻自然是在一起 至于那个逆女 就随她去吧 这些年 之所以胡作非为 说到底 都是因为你的宠义过度 是是是 都怪我 都怪我 所以说呀 造刀与桃 还得像你这样 磨她的兴奋 我只希望 她能够真心悔改就好 郡主 您和王妃到底是母女 我相信有一天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传言 白云山上 有一种奇花 叫做复生花 它能依死人 受买骨 只是它百年 才结一次花 什么 真的吗 真的假的呀 一百年才结一次花 郡主 这复生花 难而复明吗 当然 只不过要求那复生花 你得诚心向神佛 一跪一拜求取 直到那白云山顶 才有机会 见到复生花的真容 我要去白云山 我要去救我娘 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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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个传说吗 是真是假 还不得而知呢 那姑娘还真心了 反正也没人见过 那四身花的真容呢 信女谢雨棠 伤母至深 献求复生花 救母复明 郡主 你这样腿会归断的 还是回去吧 若能让娘复明 我这条腿 断了也值得 求不到复生花 我也绝不会放弃 努必都找人问过了 复生花只是个传说 说不定根本不存在啊 要有一丝机会 我就不会回去的 信女谢雨棠 伤母至深 先求复生花 救母复明 她只不过 听了说书人几句胡言 便来求复生花 让她回去吧 别出什么事就好 她一心救你 这把 谁劝都没有 信女谢雨棠 伤母之事 如今只求复生花 让娘复明 这位施主 不知你来比赐 有何贵感 大师 我听闻白云山 有一种复生花 能活死人肉白骨 我想寻来救我娘亲 让她双眼赢你 双腿复原 阿弥陀佛 李寺后边 的确有一株 复生树 但是 几百年来 从离开 施主 可思你来跑一趟 大师 信女曾犯 世母之罪 我娘 双眼阴我而下 腿阴我而去 她的养女 怨我而死 愿师封复生树 前心里佛赎罪 恩花开救不 善罪 善罪 女施主 回头是岸 一片孝节 贫僧 愿你能得同 谢谢大师 一年多来 她从未下过山 每日给腹生树 浇水 按着主持 李寺年轻 此时 老婆 是真心回话 我也没有想到 以她的性子 竟能做到这半地 父神花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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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救我娘了 求菩萨保药 我娘一定要好起来 娘 你终于好起来了 娘 我想你发誓 你一定会成为 一个善良 正直 心存有爱的人 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娘相信你 我们一家人 再也不分开 优优独播剧场上